蔡英文当局上台已经三年了 想请问发言人如何评价三年来的两岸关系 谢谢 从2016年5月20日以来 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主要共识 单方面破坏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 支持和纵容各种台独活动 阻挠和限制两岸的交流合作 挟洋自重不断地抛出各种充斥两国论的分裂言论 肆意地攻击大陆 煽动两岸敌意 升高两岸对抗 不仅恶化了两岸关系 导致台海形势更具复杂严峻 而且严重损害了台湾同胞的利益复制 三年来 面对台湾当局和台独势力的各种挑衅和破坏 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台工作的大乘方针 坚决贯彻落实西东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的图谋和行径 同时积极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来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努力地扩大两岸民间的各领域交流合作 我们持续推出了包括三十一条措施 向金盟供水 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等一系列会台立民的政策措施 来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和同胞的心灵气和 台湾的前途基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的利益扶持基于民族的复兴 我们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和我们一道 来克服困难 排除障碍 来扎实地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这也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